- 郭文維 好像我們四個都是左手 - 拿麥嗎 - 對啊 那我們這台上好急啊 然後小安是 小安右手說你會動嗎 我會 來 是嗎 你再換這手就不會了 這手就不會了 真的好巧啊 而且剛好把我們四個人 湊到一個隊裡了 這個隊太鬥了 這不是一場遊戲 這是一場酷刑 酷刑 趕快笑一個吧 因為真的你無論會輸的 鋼腸寸斷 鋼腸寸斷 鋼腸寸斷的 隨時不息最後一次採訪 打板 其實我覺得我還挺 不捨的 也有很多遺憾 歌手是一個蠻 孤單的工作 這個交流不會是 最後一次對吧 你知道一個隊裡邊 碰到特別好的隊員 不容易 像一家人一樣 所以我的最後一次採訪 怎麼變成這樣 再見 還有機會能再見 加入會員 想先看正片 遵享音樂派對 超前營業會員加更等 更多精彩內容 這個硬幣是 在做什麼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歌 很複雜 因為我們六個人一起上場 就是看怎麼排隊型 就是每一個硬幣 就是我們的一個隊員 姐姐一般後場的時候 自己會做一些什麼活動 沒有 就不會做跟表演沒有關係的 就除了要吃飯之外 就必須要吃白米飯 要吃飽 但是他們上面好像 玩了很多活動 真的嗎 KBCO 各位 各位 問一下你們在幹嘛嗎 幹嘛 找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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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面 就是正面 其實有很多的 墨鏡 而且這些墨鏡只是冰山一角 我要來吃雞蛋 那我一天 應該可以吃下這些雞蛋 真的 我待會兒示範一個正確的刷牙方式 這個一定非常重要 你看到中文哥這個正確的刷牙方式 就是 就你一條命 簡單的口訣呢 從上牌開始 一顆一顆 由上到下 由內到外 上牌刷完之後 刷下牌 也是一樣 由下往上 一顆一顆 由內到外 好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你一定要怎麼樣 壓 稍微有點斜 壓到你的 這個叫什麼 牙齦跟牙齒的接縫處 一定要刷 看到沒有 刷的時候要稍微用力一點 不能這樣 一二三四五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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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來了 因為你要刷米面 持牙刷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對 看到嗎 哪四五六七八八 對 有沒有很專業 以上 就是專業的刷牙方式 你看我的牙子 不親緊過我 不要羨慕你也做得到 好 聽說你有特別的一個 要上場前的一些 要做的一些事是不是 上場前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個開背好了 來 三二一 放鬆 放鬆 不能抖 對 你手不夠放鬆 手放掉 腳也不要用力 對 就只能放鬆 對 匀速的 感覺怎麼樣 是不是很舒服 感覺有點頭暈 有點 你好 成哥 嗨 嗨 嗨 請坐 沒有 來看看 你在後台都在幹嘛 我在看下一集要穿的衣服 對 我聽說 就真的是 這些演出服都是你自己 對啊 搞定這樣子 這個OK嗎 OK啊 很帥 就我喜歡這種 演出味的東西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這個 龍骨 我比較喜歡乾那個 真的嗎 你比較喜歡小丑嗎 那個是小丑嗎 我覺得很酷啊 對啊 可是哲哥你買的這個 它是有牌子高單價的 還是是 沒有耶 有的很便宜耶 真的喔 對啊 而且其實因為自己買 你就會知道自己有什麼衣服嘛 所以有的時候 就會互相搭配 我覺得很酷耶 對啊 我們坐沙發啦 好啊 而且我聽說你也喜歡古董啊 對啊 其實我也是 真的假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喜歡的 收集的東西會不會不太一樣 說說看 你是喜歡中式的嗎 還是 中式OK 西式我也OK 真的 因為其實 我都OK 像我家我自己其實都放很多古董下去 就我喜歡那種古董下去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也是耶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因為其實 我不一定收集中式那種很貴很貴的 那種古董家具啊 其實我收集滿多台灣家具的耶 真的喔 對啊 包括那個甘霸店的東西我也會收啊 我覺得我滿像 因為其實我也是喜歡一些 老劍 你不知道他哪裡來 你不知道他是哪裡來 可是你就是看對眼 那感覺對了 對啊 你就是會很想要 對啊 因為我都會上網去 找這些東西啊 我那天在看很多玻璃的 那個東西的時候 老娜就過來了 你又在看什麼破銅爛鐵 然後 但是我就覺得這很好玩 然後我出國的話 就去 因為其實我幾乎逛遍整個台灣的 那種 就是古董家具店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有沒有更瘋狂嗎 我是整個 我是台灣一圈的喔 真的假的 對啊 我假的遇到同好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 對 就像我的 譬如說家人好 我老婆她都覺得 你怎麼喜歡這種家具 是別人用過的家具 可是就是 有那種歲月的洗禮 然後那種 對 她說那個很有味道 這個真的超級喜歡 對 所以我那些 其實在我家裡 都把它拿出來放 對 我也是 真的拿出來用 我有一件還滿有趣的家具 那個是 電話椅 就是你知道 在以前的時候 他們打電話 不是都要去一個 電話廳 或是什麼地方 然後你要搖電話 人家幫你接線嘛 所以她就有電話椅 那個電話椅很特殊 就是她一邊是放電話 那個 基本上要很特別的人家 或是特別的一個單位 才會坐 那樣的椅子 讓人家打電話 然後那個也是 幾乎是從垃圾堆撿來的吧 就是人家已經丟在外面了 真的 你運氣這麼好 那你怎麼知道那邊有 你一定是有人通風報信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颱風過後 我就會開著車到處去 到處亂逛 誠哥這個興趣太 真的太帥了 沒有 颱風過後 我跟你講就很多 真的假的 你是認真的嗎 要不要一起去撿 有有有 颱風過後 搞不好下一次 我們就在颱風的各天巧遇 你也來啦 對啊 對啊 哲哥果然是我大哥 然後看看我的指甲 但是無論我的指甲有多長 我還是想幫自己 泡一杯咖啡提提神 對 看一下 是 進來 嗨 嗨 歐羅拉 我好像泡咖啡 對啊 要泡給你們喝 感謝你 你們也太爽了吧 走進來就有東西喝 我來幫忙 你會嗎 那還好吧 我有這個榮幸可以請到 樂壇大哥 哲哥 來幫我準備泡咖啡嗎 OK 好 那你按這個 你按這個 這個 好 然後我們就等 你喝咖啡吧 你喝咖啡吧 太簡單了是不是 給你也太 那難一點了 我想一下 那等一下 你泡一杯給他喝吧 要不要 我泡一杯給你喝 好 然後你泡一杯給他喝 好啊 可是其實還好 我不太喝咖啡 所以其實 就可以不用用我的沒關係 不行吧 你喝一下嘛 好喝 可是可以甜一點吧 可以 你想要多少 這一袋都可以給你 甜死你 跟我一樣耶 你要喝甜的 對啊 就是喝甜的東西 帶人家心情比較好 對 你要多少的那個呀 那個 那個 糖 我要 可以甜一點 好 一大匙 等一下 兩大匙 不對 這麼甜 難怪你叫糖 糖 我沒有叫糖 我沒有叫糖 我還被你們害死了 我不是糖糖 香不香 很香 可是我不喜歡太苦的 那就給你弄甜啊 對 所以你是糖糖餓 我就不太喝咖啡的啊 可是也可以喝啦 只是 就是要喝就是要甜一點 他可以喝我 好了 你是那種最不健康的對不對 最不健康 最不健康的你都吃 都喝 但是也活得很自在啊 對啊 反而就是沒有在 顧忌什麼 就身體檢查 也沒什麼特別的毛病 很好耶 就是 媽媽生 就成這樣子 請問一下狗哥要牛奶 還是 牛奶喔 對 他怎麼不健康的人 給他燕麥奶 拜託 當然是牛奶啊 我想說如果有奶茶的話 就加奶茶 對不對 你要啊 我去拿茶包啦 沒有 我有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平時女明星 最煩人的一件事情 但是又是最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給大家 試試看 什麼東西啊 最煩又最美麗的 我準備了一個鴨香寶 什麼東西啊 我開始有不祥的預感 女明星的指甲 什麼鬼啊 女明星的鴨香寶就是指甲 然後呢 你要幹嘛 然後讓你感受一下 女明星的 美啊 啊 為我們下半場助政一下 你要怎樣助政 你也要帶著這個指甲上台喔 真的假的 我願意 我願意 來 你要帶著這個指甲上台喔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小心 而且還有一個愛心 我們來比個心好了 天啊 我覺得我們這個道香一定會圓滿成功 因為有你們愛心指甲 楊宗偉透過這一幕 他一定終生遺憾 我跟你說 好可愛啊 你們 我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那個楊宗偉找來 好可愛 快點 來 我們一起比夜 為了我們的道香 我們趕快去找楊宗偉來 快去找他 快去找他 他可能願意帶拳手 我去找他 上來是哪一間 別跑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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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快點 我們團隊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撕開嗎 撕開 你看 你也幫我做 你也幫我做 好 來 因為我現在手太長了 這個每個都要撕開是不是 你就把它黏上去 然後撕開 等一下黏在哪裡去 找到相同的尺寸 我這是第一次摸這個指甲 你很快 你女兒就會摸同樣的東西 找到相同的尺寸 找到相同的尺寸 什麼意思 你怎麼都貼上去了 你怎麼都貼上去了 他腳摸我的貼的 上面還有星星 是啊 人生第一次長指甲 不是只有你 這個感嘆 這肚子這麼大 沒關係啦 好 你看多可愛 好可愛喔 我們一起來 為我們的那個 稻香助力 好 我們都要美美的 稻香 然後這樣比一個星 那好 為我們的稻香助力 耶 大家好 我是楊中瑋 AK三楊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很好 很好 大家好 我是張慶祝 AKA 手呢 這樣 好可愛喔 我也要來自我的 我的超級長耶 好 沒關係 我就想要聽你那個 大家好 我是MC 哈囉熱狗 差不多先生 寂寞的小水怪 景美任打花 廢物 姚中二 狗斗 換你 我有點忘了我是誰 好 樂壇清道夫 然後什麼 大家好 我是張 好正 太正了 不像是一個壞男孩 大家好 好像正 好像很 大家好 我是張傑 AKA 樂壇清道夫 樂壇六邊行 AKA AKA 潔潔高深 潔厚余深 Yo Yo 莫王 大家好 我是現在是我 張少涵 AKA 你的歐若拉 哇 哇 好的Emmy 好的Emmy Yo 我是莫王蔚 AKA Q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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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 of Queen 放話交給我 我只怕傷和氣 好 嗆 嗆 嗆下去 好 這個節目叫做 聲聲不息 但是我們幾個 會讓你們 連呼吸都變得有點困難 好 這不是一場遊戲 不是 這是一場酷刑 酷刑 酷刑 趁現在趕快笑吧 笑 真的你們會輸的肝腸 肝腸襯斷 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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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笑碼開始 這不是一場遊戲 這是一場酷刑 酷刑 趕快笑一個吧 因為等等你們會輸的 肝腸襯斷 肝腸襯斷 這個你不要嗎 我不要 可以給我嗎 可以 酷 沒有 狗哥你看到粉色的東西 就要收是不是 是 幸運物 幸運物 好 深深不惜寶島記 突襲寶島 雖然說我們納英隊上半場輸了 但是我要去看一下我的隊友 都在房間裡面幹嗎 肚子好餓 我真的吃了一個牛肉乾 我現在去 你現在是特派記者嗎 我特派記者 張正恩就離我最近 你 張正恩 被訪問 你房間怎麼變這麼乾淨 沒有啦 是 跟熱狗那邊比較那個啦 對啊 那個麥克風是沒有線耶 沒有線啊 好 是假的啦 對 我好奇怪 我現在這個做得 哇 那麼細 然後也不曉得 從哪裡可以裝電視 我都沒有發現耶 我都沒有發現耶 我還那麼認真的拿 我的麥克風 我怎麼那麼乖啊 好啦 突擊報導 我們剛剛上半場輸了 但你是出幾票而已 才四票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你就是臉部表情 太僵硬 什麼意思 你就是臉部表情 你應該再放鬆一點 我跟你講你在台上 你就是要就是 出其不意的放電 你會眨眼睛嗎 你那個是眼睛累了 太累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就是這樣 不要啦 不要啦 那個 對他 你對他 我跟你講 四十票就回來 四十票 謝謝 給他四十票 我們就贏了 我覺得這個 怎樣 那要給年輕人做 這個老頭子 人家沒有覺得你是老頭子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自己說 對不對 你剛剛在台上唱 毛與毛的時候 我整個很享受你的演出 就是很 很有彈性 不能說鬆 就覺得你在台上 游刃有餘 你知道我在台上都會怕舞台 但你在台上 你就是沒有在怕的 有 我知道 前面我們怕我跌倒 我是有時候 因為我想要跟觀眾近一點 然後我還是看一看 觀眾長什麼樣子 因為有時候 那個燈打下去 都看不清楚下面的人 長什麼樣子 對 我其實滿喜歡看台下的人 反應 的反應 或者是跟他們有一些 就是 眼神的接觸 那有時候在做演唱會 或者是音樂祭的 錄離很遠 卻都看不到 只要再這樣光一打 其實就是黑黑的 什麼都看不到 那今天呢 有時候會有一些光 會打到觀眾 所以我就是會 稍微看一下 都妞 你黑黑的 我也是看得到啊 好啦 那你 那你再休息一下 我先去看看 其他人在幹嘛 好 等你 等一下見喔 好 四百人 謝謝 太好了 我們還要再去誰的房間呢 小喜哥耶 誰啊 黃媽怎麼在裡面 怎麼在泡茶 怎麼會有泡茶的 我倆喜歡茶藝啊 什麼茶 這也是綠茶而已 給你倒一杯 我那個深深不惜突擊報導 我就是來房間看你們在幹嘛 謝謝你的 謝謝領導關懷 來 謝謝 來 娘娘請 變娘娘 你今天自己說你是娘娘 因為我今天跌倒變娘娘 需要大家攀扶 謝謝 要喝囉 要喝 怎麼那麼喜歡看你的小模樣 小模樣 小表情 我還形容他像 我還形容他像那個 金庸先生筆下的黃榮 對不對 很有感覺 我是黃藥師 他們叫我那個 黃老邪 黃榮是我女兒 我聽不明白 你沒看過那個 東邪西毒 南地北蓋 中神通 東邪西毒 我知道 你昨天教我那個什麼 四川話 重慶華 重慶華 然後你又會廣東話 但是我是武漢 我武漢的 跟重慶差不多 我主席在武漢 我媽 我媽在黃皮 黃皮 黃皮 黃皮很好吃 我是不是聽錯 我聽錯嗎 黃皮是個地方 黃皮是個地名 但是 你說的是 那種拉皮是不是 還是陳皮還是什麼 黃皮 我都丟在那水壺裡面 泡水喝娜姐給我的 所以有一個地方 也叫黃皮 對 難怪你唱得這麼好聽 跟黃皮沒關係 請問一下 黃榮女兒 你是為何兒的 我就是在看你們房間 在幹什麼 所以我就想 來聊天 剛唱《溫柔》的時候 娜姐 你不是唱《巴拉青春》嗎 這把聲音 就是我們的青春回憶 然後你上半場 跟那個花花 一起唱《歸零未雨》 好好喜歡 好炸的舞台 譬如說是你跟娜姐 特別安逆的 就是對 那你為什麼不唱 我唱不上去 我的喉嚨沒有你那麼開 好 沒有 只有你可以 那麥克風哪有肚臍 女兒爸爸就不計較了 我特別好奇 你的職業是歌手還是主持人 我是歌手啊 他的個性很活潑 然後他很熱情 他每次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這樣子 所以我不確定你的職業 歌手 因為當歌手 我可能就賺不了太多錢 所以我去當DJ 覺得他有另外一筆錢 所以我有兩筆薪這樣 我以前也當過電台的DJ 是因為我不太會說話 以前我都人家訪問我 對 然後人家說 你可不可以多介紹 說我不知道怎麼講 他說 你要聽聽看很多電台的DJ 為什麼他的聲音特別地吸引你 以前那個電台DJ 各位親愛的觀眾晚安 以前都都是這樣 讓我們用音樂 那有些DJ是說 大家好 你好嗎 那比較美式的 那是打碟的 那你們就是PK章傑 有沒有信心 有 有 港海搖了 有 四川話的有怎麼說 胸氣 胸氣 對 胸氣是什麼 胸氣是加油的意思 好 來 1 2 3 胸氣 好 不打擾你們了 加油 好 辛苦你了 待會兒見 好 我去找娜姐 古靈精怪 真的 好 好 我的愛人呢 我的愛人在嗎 你好 你們怎麼都在這 你在幹嘛 我就是在幹嘛 這是幹嘛 突擊 突擊 突擊報到 請進 你弄得我都不會了 你化完妝了 化完了 那我去找娜姐 走 走 在哪裡來著 四 是吧 到了 娜姐 進來 娜姐 你房間好漂亮 對 對 你們怎麼這麼慢 我這練歌呢 下半場 剛剛去找那黃媽 黃媽的話 娜姐 手機不能出間 坐 剛剛討論了 我們就想賣場 就小書 十四分是吧 十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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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還行 不算太嚇人吧 只是怕那個加碼 他們那個加碼 還沒用 就怕潘岳雲唱那種什麼 彷彿如同一場夢 真的啊 對了 真的是啊 因為這首歌是他的成名作 應該是羅大佑寫的吧 我跟你講這首歌是 潘岳雲在滾石裡最鼎盛的時期 野百合也有春天 他那種哭腔好好聽 真的好好聽 我每次去那間房間 都很多 我跟妳講 我會摆在那兒 我摆在那兒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吃 我越是在唱歌之前 就越吃不下去 那些盒饭的什么的 这东西 我嘴有水果 玉米 有的时候是烤白薯 就是地瓜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 冠冬煮 冠冬煮 他说带我去吃 那个马的肉 鱼肉吧 马肉 刺身而且是 生的 马肉能吃吗 对 我刚刚听到吓得到 什么感觉 这挺好吃的 我们一起去 他说要配酒 对 可以 好吧 完全没有在管分数了 我跟你讲 就是没有在管 我们已经从兴奋度 变成无所谓了 对 我们已经改了 我们已经开始商量 这边已经吃什么好吃的了 我们组的那个三个字 叫兴奋度改了 对 叫什么 无所谓 比的就是心态 对 我们很健康 好了 我不要报道了 我要吃东西 你好有个性 太酷了 我很喜欢你们今天那个 因为 因为爱情 我们还得这样 对 还要这样 对 而且脚还要这样 对 就因为看见狗哥那个样了 然后我们俩就觉得搞得这个 觉得要帅一下 挺好的 因为爱情 我现在在猜的就是潘岳云会加在谁呢 怎么办 你队在谁 我 全部的人 对 我才惨烈呢 我是他们组全员上台 倒香 六个人 打我一个 漫歌吗 你那个是 我是漫歌 他那个 对 他说他唱这首歌唱到口吐白鸣 口吐白鸣 对 他连咽口水的机会都没有 对 直觉一张 古事情节掉了 验都验不下去 你只能记 古事情节掉了 如叫对白掉了 改车站 真实 如果没关系 他们六个打我一个 他们真的是太欺负人了 但是我不怕 不怕 是谁 英子 今天不叫英子了 今天叫 英 我们组的名字叫什么来的 改了 刚才月变成 月月 你呢 我就花花娃娃娃 齐哥叫 琪琪 对 琪琪 然后 黄秦山叫 黄黄 山 黄黄吗 老婆 快快快了 叫什么 杉杉 侠侠 你叫 他都叫你说 叫妈 妈妈妈 这个词好 妈妈 我们组有一个叫妈妈 对 我叫 英英 英英 英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组 好玩死了 嗯 还有一组对战是小琪哥和黄妈的那个对战 应该也没问题吧我觉得 两个人都 你能有点底气吗 他们是对张杰 三月 三月 杰哥独唱 单独队 那 也没问题了 嗯 我们要给自己信心 对啊 输了也 无所谓 真是无所谓 啊 啊 啊 我们必须要这样给自己打气 在那个大和尚 我等一下就躺在那个大和尚舞台上面 对 哈哈哈 我想象不到魏如轩小姐 直接躺在人家的 人家的舞台上 我陪你 好 好 你在干嘛呢 晒日光浴 晒日光浴 对 太搞笑了 好 那我们就无所谓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好好回去各自的房间练一练歌 好的 好 我们练一练 好 对 来我们新口号 一 二 三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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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哦 哲哥啊 哦 我要对他说 哲哥 我要对你表白 要对你表白了啊 哲哥 我知道 你的小名堂堂 虽然你不愿意承认 然后我也知道了你是非常柔软有爱的人 我记忆很深刻就是跟你一起看电影 那部电影是关于狗狗的 然后我看到最后的时候看到你流了很多眼泪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共情 然后柔软 然后柔软 我真的是看到了你的另外一面 就非常的可爱 然后也懂得去网购一些东西 还要跟我们一起跳舞 甚至你还要搞电音什么的 听说你很喜欢电音啊 希望永远像你唱的歌一样 永远是个少年 就是我是第一个被哲哥 选进这个房间的歌手 所以当下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也之前也跟哲哥说 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进一步的认识你 所以这一次真的有这个机会了 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好像快要很熟悉的感觉 又要结束了那种感觉 所以也希望未来吧 我可以有机会可以看看你的兴趣啊 你的古董啊 然后包括所有的一切 千万不要压力大 因为我们有哲哥这样的包容度的一个人 我们才可以在里面自由地飞翔 很开心可以成为哲哥队其中一员 可能大家都觉得张信哲队 还有张信哲队的队员们 都会比较佛系 其实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队连输两场嘛 哲哥其实非常的自责 而且他自己本人其实很失落 哲哥还是觉得他自己 没有帮我们去争取到一些权利这样子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 哲哥其实你很棒 然后你也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让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可以很悠悠自在 听到哲哥十年如意的那种温柔和温暖 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种恍惚的感觉 他和他的歌陪伴了我们超过三十年了 那人生难得能有几个三十年 谢谢队长 谢谢他把状态保持得这么好 让我们可以从卡带的时代 一直听他听到现在 这个是我们的运气 最后我们大家对你都是 我们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将我们向你推 我们都爱你 哲哥 你最帅 初音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对我们来说你最重要 收到我们的爱了吗 爱上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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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的这个 想着看着这个世界 有 我昨天有看到 很可爱 我们生生不息分会 快结束了 坐吧 同学们 这算是最后一次来这里 反正这期节目录完 应该就 反正就没了 但是这次小马归对 对 我今天肯定不能缺最后一次 我们的告别演唱会 对 你太幸运了 开始来 结束你来收尾 可好 我只是想着 我不能缺这次 对 其实我们好像 从二月份开始 什么 从二月几号开始 二月 我今天看到那个 我们一开始拍的那个 宣传编 我那时候还是短发 我觉得你短发好好看 我现在已经长发了 是吧 他现在头发看起来很好吃 很像一个章鱼 好吃 二月几号 一百天 一百天反正说是 一百天 你是说在这里吗 一百天 一百天 嗯 那个时候连任都不认识 那个 就凭着我对你们的那个 印象 印象和喜欢 然后就双向奔赴了 真的 一下就在一起相处了一百天 其实你说有的时候 我们跟家人都没出过一百多天 对 我开始跟你们三个认识的时候 我就总是害怕那个冷场 还有一点生疏感 我就尽量地去跟你们打招呼 现在越来越觉得 就变成了一家人了 真的 你看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吗 是的 他真是 就是一个家 而且我觉得 连小马都已经可以 说得越来越多了 对 对 我越来越放松了 所以我就 就会讲越来越多 也很舒服 你就想咱们是一个家庭 老妖是可以撒娇的 对 你任何一个出错的事 你都可以问哥哥 问姐姐 对 结果都是我在撒娇 你是最不听话的那个姐姐 然后就是各种那个谋略 谋略他 他是家庭里边比较有智慧性 很聪明 对 大哥一般在家里边都是 可以出谋划策 可以顶天立地的 对 有什么事就问他就对了 那时候你生病不在的时候 我都很慌张 我们少了一个支柱 因为有些时候 一个家本来就是有一个 要头脑特情形的 你就是 你看每次选歌 你话不多 人很 咔咔咔 三下五出二 对吧 全对了 对 包括这一次 我们的这个演唱会 很厉害 好不好 真的 真的 一百天下来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音乐上磨合的 真的很好 生活上已经是性格磨合的非常好了 对 在音乐上好像就是 可能跟我们四个人的性格 莫名地有一种就是很相似 然后还有 我发现 好像我们四个都是左手 拿麦吗 对啊 你是左手拿麦 我是左手拿麦 你也是 对啊 我一直都拿左手 我一辈子了 我一辈子了 观点是 我也是 我从山不转 我从山不转水转开始 屋里看花 我现在拿 右手拿麦不会唱 对 我也是 这会有点怪 我就马上换过了 我好少遇到左手拿麦的人 这样我们在台上好奇 然后全是 全是 全右手都别互动了 我们来 来 你再换这首就不会了 这首就不会了 真的好巧 而且刚好把我们四个人 凑到一个队里了 这个队太逗了 好飞机 其实我挺渴望的 挺渴望的 就是做音乐 就是一直有一颗 就特别纯粹 特别单纯的心 我觉得做音乐 它就特别美好 所以演出才会那么地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那个 就是用演唱会的形式 我很喜欢 我觉得它那个紧凑度很好 你跟我们讲讲 你怎么采访采访哪 对 什么 就是你怎么想到我们 就是不要都独唱 然后做演唱会 说实话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我们在 这个行业里面 独唱领域里面 大家已经太熟悉了 纳英独唱是什么样 娃娃独唱是什么样 花花独唱是什么样 小马独唱是什么样 对了 清洗了 而且也都录制过一些 音乐类型的节目了 声声不息这个舞台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它有点区别于 其他的这种音乐综艺 不是那种 说一对一的这种 这么强的 这种一对一的竞技 而是有很多是团队的精神 真的我觉得合作 反而是能够会有 更多新鲜的东西出来 真的 因为单独唱其实是 充电最小的 单独唱是很容易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 每一次合唱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好玩 就是因为 你知道每次合作的时候 因为你就会想 我要配合她 我要因为她 然后我要怎么样 因为每次我跟花花 同一对 她就会 她都会精心设计 给我一段 很特别的 一个部分 对的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那就是合唱好玩 跟珍贵的地方 所以她一首歌 因为她就 能变出不同层次来 就是会有很多 火花 我觉得这台是合作里面 然后就是 《珍珍不息》 这节目里面 最好玩的地方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是一个整体 我把我们纳音队 想要成是一个组合 是的 所以我们的新生 全在演唱会中体现了 真的 从我们的这一百天的在一起 对音乐上的一些理解和碰撞 分享 到最后我们的这种 整个的情感爆发 实际上是一家人的 所以这种感情 我觉得 就是今天排练的时候 我感触特别多 感触特别多 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演唱会 你知道家最棒的是什么吗 就是好跟不好 都是在一起的 我不是因为好 所以我才爱你 是因为所有的好跟不好 就是在家里都可以被允许 这就是家庭 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二 十二 十 那这样可以吗 感觉一下 行吗 好 好 华申宇 生生不息 宝岛记 最后一期采访 最后一集 好烦 我不想再听到最后一次 还挺伤感的 杨宗伟 生生不息 宝岛记 张绍涵 生生不息 宝岛记 纳英 生生不息 宝岛记 莫文卫 生生不息 宝岛记 生生不息 宝岛记 马佳琪 最后一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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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不息 最后一次采访 打板 那从二月六日第一次录制 到我们五月十七号最后一次录制 生生不息 宝岛记的歌手们 一起跟我们走过了整整一百天 所以最后一次 坐在宝岛记的歌手里面 跟我们聊聊 想不想现在心底如何 最后一次采访了 对 好 真是 还挺快的 我们在一起相处里有仨月吗 仨月 天哪 真是一百天 就在一个节目里 就过去了 好 今天 我先看 什么 那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可以放假了 开玩笑 对我来说如果要是录制的话 我可能觉得那录完了可以放假了 就是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一想到要跟大家分开 还是会有不舍 还蛮不舍的 因为其实 我其实一直在强调说 其实歌手是一个蛮孤单的工作 但是透过像《生争不息》这样的节目 其实 让我们在舞台上面的那个孤单感 其实被打破了很多 会有更多的机会 共同组织一个团队 共同完成一个项目 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并不是表面上的客套化 而是说真的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节目跟合作 真的认识了很多好的朋友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好的音乐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最开心 最高兴的部分 对 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 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其实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歌手 是我第一次见 对 我第一次见其实还是会有点 有点紧张 小马我就觉得他可能 因为他年纪比我小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像一个哥哥 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比我还要紧张 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下要见这么多前辈 而且要同他要合作 心里面就感觉 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依靠一下感觉 对 然后又很想帮助他 让他快速熟悉 我记得我当然很局促 对 并且我真的很紧张 第一次就是跟他合唱 然后也没跟其他人有任何的互动 当时 就是我在鼓励 小马的同时 我说别紧张 就是我们放棘草 结果 毕竟我是一个乐坛前辈 然后 结果我自己比他更紧张 他送我一个压力包子 包子也是你自己做的 假的 假的 解压的那个 这个好酷 我觉得第一次见面大家都 就是那个职场还挺舒服的 我们大家一下就可以融入 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那时候很冷 然后我就穿裙子 然后手很冰 就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一直要跟大家握手 对不起 手冰冰 我手很冰 你好 我手冰冰的 我手冰冰 握手很热 需要传递温暖 谢谢 不好意思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敢想 但是我差不多到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开始 完了 我放感情了 我开始有点死不得了 有 杨宗伟 他那嗓子吧 真是独一份 就那种沧桑啊 支离破碎到不行了的那种 那种嗓音 但是很好 我没有机会 就是没有机会跟他唱 张绍涵的英文名字叫Angela 她的声音就是她的那个英文名字 这两个人一直没机会 但我相信 只要娜姐我还是不停地在歌坛唱歌的话 总有一天跟他们相遇 可能就是那音吧 对 我依稀记得好像那姐 她在选没那么简单的时候 她以为会是我选这首歌 对 我觉得能够想象的画面大概是 要码是我媳妇 要码是我妈 都在那地方数了 你这个穿得怎么样啊 你今天如何如何啊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数落的男性角色 真是独一份 很多哦 也有很多遗憾 大合唱的时候 才第一次可以跟娃娃 又合唱一句 然后跟花花还有马嘉琪合唱一句 就是到 就是还没满足到 就是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 就是可以在音乐上合唱合作 插出火花 那所以还是要我回来 我蛮想跟哲歌唱一次 其实我当时去找哲歌的时候 哲歌还说 哲歌说也很想跟我一起唱歌 我说我也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唱歌 我说但是 就是有 总是会有遗憾 对 但是我觉得以后 一定会有机会的 我想跟哲歌一起唱《白日光》 我记得啊 是吧 对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 怎么讲 一个愿望 对 我希望在后面可以再完成它 我自己最难忘的时刻吗 嗯 舞台上或舞台下都可以是吧 舞台上最怀念我们六个人 唱《稻香》那个节目 一开始 Karen想要大家搭合唱 然后选了什么样的歌 然后大家 开始在讨论 在聊 然后整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我 我觉得很 难能可贵 很珍惜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一聊到 我们要合作的音乐的时候 内心所有的东西 你会没有防备的 全部掏出来给对方 为了做好这个音乐 台下其实 我还蛮享受的 就是你知道各种 真人秀的游戏环节 什么 因为平常对我们来说 这样子的游戏 其实真的太幼稚了 小马 自摸一个 要这样 别醉 我来跳舞 但是没想到 当你被放到那个情境 真正投入去玩的时候 才发现真的挺好玩的 最喜欢的游戏 当然就是大家 吃吃喝喝的游戏 要辣 辣 大辣 这个太赞了 这个 我记得那一次 我就跟娜姐说 我们要回去 马上肯定拉肚子 那你说管它 回去拉再说 我们两个直接叫了 那个臭豆腐 那个辣是放那个双份辣 你知道娜姐直接香肠嘴 然后上面沾满了辣椒粉 什么的 她也不管 回去我问了大家 真的都拉肚子 我记得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好像是反复在做 就是我每次 在那个大客厅的时候 我都会跟大家说 来吧 大家开始开嗓 所以大家就跟我一起来开嗓 然后娜姐她也很享受那个开嗓 那个过程 我就觉得那段时间 是大家回到了课堂的感觉 每个人都变成了少年 这一场那音队的我们演唱会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可能这也是我出道的十年来 上过这么多舞台里面 第一次有一种舞台上的演唱者 像是嘉宾 有一种舞台上的声音 就是不论 那是瞬间版的 变成库面 好了 明镜 Univer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举麦的时候不是自己忘了个词 那真的是谁都会唱 我们是希望用麦克风传送到每个人 每个人的童年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首歌叫《后来》 后来我都快哭了 其实我也哭了 每个人的青春要纪念一下那种感觉 好难忘 只要是有跟观众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那个感觉呢 就是你会看着台下的每一位观众的表情 所有人都会唱着那一首歌 同样的一首歌 可能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过往 但是唱出来都是同一种语言 然后你就会从这个理念 你会感觉到 其实音乐就应该这么简单吧 音乐应该就是融入我们的生活 它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它可以带给我们所有人美好 比如说我妈 对 她每一次都会看 她跟我爸 对 她们俩就窝在沙发上 然后种准点 就不是说我爸在外面遛狗 但是你一看表 马上就到那个点了 快点 捞着我们家狗 就开始往回跑 然后爸也很喜欢哲歌 然后妈也很喜欢娜姐这样子 然后她们俩就互相交流意见 就是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不止我爸妈会这样子吧 可能也会有很多看到这个节目的 像我妈那一本的人 就她们也能看到很多 就是很多新鲜的东西 和一些能够让她们有回忆 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对 她们有最喜欢你猜吗 我可以忙猜一下 我妈应该最喜欢蓝婷婿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丑障的 她说她好适合你 怎么怎么怎么 看起来我她孩子很 很巴尔正 这样 她问我为什么捏包子 就是紧张就捏包子 对 反正我就是见面聊天就是瞎聊 对 因为我爸 我爸一直都是那种 就是他很想看我唱很多歌 对 他想看我进步一点一点 慢慢 慢慢长大的感觉 我每次唱完或者怎么 他看完节目 他真的会写这么长一段 然后过来 然后说我们哪个地方比较好 就比如说蓝婷婿的第二段 他喜欢那个高起来的那个地方 非常的流畅 他听得 他感觉还不错 然后发现有那个 好的棒的那个表情 就真的就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我谢了 就这样 就是你知道每周准时追 这样子 准备 对 都是音乐人 对他们来说这个节目 一样是很重要的 对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非常开心 终于有节目 愿意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我觉得这个节目它是 真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 因为实在的 在台湾也没有 也没有人做这样子的一个 类型的节目 来整理台湾流行音乐的一个发展嘛 更何况 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一个节目 那就更不可能 所以对他们来说 都是你知道满心期待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温故之心 透过这个节目 其实我觉得每个歌手在回顾 或者在学习练习过去的这些 音乐 过去的这些音乐人的创作 我觉得它对我们 至少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我也希望接着下来 也能够借着这一次的 节目的总整理吧 摸索出我下一个阶段 或者说接下来要做的东西 然后甚至是给后辈的歌手们 或者说音乐人们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 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会 或者去家里做一顿饭吃吧 坐起来一起 静静好聊天也挺好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也可以更了解 这样 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整整秀都蛮好笑的 我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 这一期我们去台东或者是花莲 我跟你说就去台湾就够了 台湾那些地方吃不够 玩不够 坏特的爸 他爸都当时说了要当导游的 在花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个综艺的话 就是我们几个人加上 我们组曾经有过的坏特 还有爱一两 我们就组一个团统 一起游台湾 我感觉我们四个人 蛮适合一起去旅行的 我觉得去所有热闹的地方 不是去出去采风 不是去跟其他的国家的人交流音乐 都不用这样 就是去哪里热闹就去哪里 就是那种 感觉因为纳音队的每一个人都是那种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热闹 对 我就能明显地感觉到非常热闹 统筹吗 统筹 统筹 你又要骗我去当总导演 是吧 我 专业的是给专业的人干好吗 好 出去旅游的话 我觉得可能Nangela会 会很有点子 知道哪里好玩 我只想到出去的时候 就到每个人自己的家乡 他们作为东道主 然后邀请我们各自去他们的家乡去看一看 就可以至少拍个五集 剪个上下集 再来一个会员尊详 再来一个加根版 够了 我们去台台湾玩吧 虽然很多地方我也不太懂 我真的很多地方没去过 我跟你讲 第一期播出的时候 去到日月潭 我这一辈子没去过日月潭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播出的那个日月潭 我说怎么这么美 后来我回台北 我就马上开车去日月潭 真的就去了一趟 下一个去干嘛 很多事要做 如果要团中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真的就是 真的找一个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 然后就是有个篝火啊 露营啊 然后聊聊天 然后休息放松 我们一起去向往的生活好了 如果深深不息要再搞一个团中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于是 恋中类的 这个节目的唯一的观察员就是我 其他人都必须要真实地去 发展关系 我要取个响当当的名字 因为这个节目 是有赛制的 最后会选出一个国王 一个皇后 所以这个节目就叫做 国王皇后 你们真的有考虑给那音队 要做一个团中吗 是吧 是吧 十二度你要是联会的 是吧 如果是那音队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你也知道一般我不轻易接节目的 但是那姐和你们四个谁当队统筹 统筹 统筹 你总得有点管钱 你罢了 管钱 你不知道你行吗 肯定是花哨的我记得 那肯定那姐不能管钱了 她 她一管钱就是什么都可以了 你知道大姐大就是那种又很豪爽 没事先干了再说 就是那种 但我没想过你们四个谁 应该留活 我觉得你也不耐心 我吧 我已经不是当年花哨的我了 我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好吗 我已经开始学会 叫什么 再一次让我做的话 我肯定就能做到了 对 请你最后跟我 要不然他们会乱花钱的 那姐 那个 那 你比如说小马要吃个什么 冰淇淋 或者娃娃要买一件可爱的裙子 买 买 我现在就会先计算一下 当 当 财务什么的 好的 好 真的假的 你们真的有这个计划 想问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机会把苏瑞请来呢 苏瑞是我心中永远的偶像 而且是矗力不倒的偶像 最后一句送给 《深深不息》《宝岛记》的一句话是 就是 要记得我 老大姐 你 拉住我 还要提海马达大哥 海马达大哥 就是我不得不说 我那个服装真的很帅 那一套西装真的是很帅 今天 在座的男生都可以传展看 就是你能穿出那份味的 我觉得 大概就我一个人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 《宝岛记》最后一次 当然 这个交流不会是最后一次 对吧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真诚 真心的一个交流 有时候 真心的交流 应该可以让自己在繁忙的时候 又或者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放下自己所有内心的一切焦虑 就好好听个歌 好好享受一下 在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 我其实就是希望在未来 想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可以健健康康 继续过自己很幸福的生活就好 大家一起继续唱歌 他们当时问我 我最后一次要不要回来 我其实当时可以选择不回来的 其实 但是我真的蛮想回来的 对 因为 我觉得你们跟别的地方的人 很不一样 可能爱音乐的人都是 都是一家人 这个话听起来蛮中二的 但是我从你们身上好像 真的能感受到一些东西 对 所以我想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说我还一定会来 如果还有再来 再来一次庆典 我也会来 我觉得所有的相遇 它都是有意义的 来这边唱歌 然后来这边录节目 它不是只是在家电视上面 看到节目的那些样子 我们私底下是非常多的相处 那一些的东西 也会让我就是记得很久很久 所以我说 这件事情是 就这样画一下句点了吗 还是它是一个逗点呢 还是点点点 还是一个惊叹好呢 你就会很想知道这件事情 真的要结束了吗 这样 告别的环节 我觉得来得太突然了 但确实也是最后一期了 我觉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好 不 rotation 我感谢 有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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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回台北大家都叫我可愛了 現在 我去演唱會大家都叫你可愛 我去演唱會大家都可愛 現在幾萬個人在那邊叫可愛 可愛 所以呢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來看這個人 他到底對我熟不熟 如果你叫我姐就不熟 但你如果叫我卡瓦 我就 欸 我心裡面在就是 嗯 靠近一點了 對 這是開玩笑的啦 嗯 但就是 嗯 在藥容看我很會很會 葳葳你知道你知道你這樣我也會哭你知道嗎 你知道講最後一次採訪你知道我就是很討厭最後一次 我要哭了衛生紙拿來 這是我第二次在採訪間跟人家要衛生紙 對 有意思 我也是 你這樣說 對 小一起了 有的 我也想到 我 火鍋 就是 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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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